整合仓储部管理流程 第一点 深化完成设计方案后 所需材料文件上传ERP 本部门根据ERP上传文件 对所需要材料进行分别 如库存现有的 生产所需的 直接打包出库的 采购周期不相同的 等等进行分类 同时下推到 采购经理或各部门仓库 第二点 同步进行打包方案的设计 出货实践的计划安排 第三点 进行打包作业 打包过程当中 以6S标准来管理 人机料法还测 第四点 制作卖头清单 并对打包过程当中 出现的缺料 多料 来料时间上的冲突 空间利用上的问题 等等进行补充修复和调整 第五点 打包完成等待出库 出库时 按照公司出库流程进行操作 第六点 出库完成后 对ERP上各材料进行出库 评占 做到账务相符 账务相符